令辉的主动的失误还是非常少 几次这个出现连续进攻的这种中断 都是因为在K球上面啊 没有能够K出非常好的机会 好 我们来看看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这三局到现在为止枪三局一共只用了一个小时 应该还不到一个小时 对 不到一个小时 57 8分钟 而且还有裁判的摆球的时间 对 所以正常如果快的话 一般的情况下呢 都是在20分钟左右 就可以是一盘球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时候是打得非常快 像我们提到过 奥沙利文就说 如果你要让他装态非常好 每盘上手非常快的话 那么可能5比0都用不了一个小时 对 刚刚把这个长台的准度 推上来叫黑球 嗯 好吃 8 9 这样的一个连续进攻的机会 所以这是这四局球当中啊 马克里尔第一次 嗯 有这样能够连续进攻的机会 所以看看他这一次能不能够 把握住这一杆 16 红球非常直 好球 低竿 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啊 看这个黑球 角度还是非常不错啊 可以用低竿来开一下红球队 然后去叫左边那颗红球 一局两得 哎 这个低竿啊 力量不够啊 那个低竿如果要是再强一点 力量再大一点的话呢 把红球还可以再炸散一点 而且呢 白球也能够低竿再退回去一点 你看现在最左下方的这颗红球 可以打的是这个 比较别扭 嗯 下竿受一点影响 25 好球 这一下可以的应该说效果非常不错 嗯 32 还是想 打满分吗 刚刚在看这个 左上角底带啊 因为现在 都是打的黑球 因为这个角度呢 现在这个 打起来是 进球是比较容易啊 但要是叫黑球的话 这力量得非常轻 33 哎 看着白球 哎呀 哎呦 正好贴了上去 嗯 你就是带了一点左边的旋转啊 就是反赛去推啊 叫黑球的另外的 这个 左边那个底带 粉圈有冲带可下 嗯 没有办法了 这也是 不能再去强球奔着满分去打了 毕竟才刚拿到30多分啊 这个强攻黑球 没有道理 嗯 嗯 怎么可以 这边是来的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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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十九 哎呦 薄了 而且漏出来了 有的大 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马克尔就讲过 在比赛当中 像刚才这样的这种反脚 对他来讲 确实是感觉到有一些便宜 有一些困难 特别是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 对这样的球 明显感觉到不太适应了 这回一定会 哎 运气不错 虽然红球在带口啊 但我们看白球应该是刚好 篮球啊 可以用红球来去打这个组合球啊 把带口红球给撞进 看来还是放弃了 打一个毛边做防守吧 对 这根防守要挡住带口的红球 难度并不大 因为我们看这个右边黑球和黑球附近的这几颗红球啊 这两个球换了一下位置 正好白球的走位也不错 放到了绿球的后面 实际上这一杆也是宫中带防的 嗯 看电影会这杆防守要从右边啊 红球中间穿回去 好的 这么看的话 马克尔是可以选择打进攻的 看看敢不敢打啊 右边的红球 黑球右边那颗啊 对